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经济的最新动态 尤其是8月份工业利润骤降17.8%的震撼数据 这一数字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让市场各界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前的经济形势 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尽管过去几个月经济复苏的希望似乎在升温 但这一数据却无情地揭示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 特别是原材料成本上涨和劳动力成本增加所带来的压力 许多企业不得不重新评估他们的发展战略 甚至裁员以应对困境 这不仅影响了企业的运营 也直接影响了员工的生活 同时消费者信心的下降也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下行压力 企业的投资意愿减弱 消费者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下开始缩减开支 形成恶性循环 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 有些企业却在逆境中找到新的机会 通过创新和转型实现了业绩的增长 在此背景下 机构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对经济刺激政策的推行持乐观态度 而一些分析师则警告 只有在经济结构根本变化的情况下 投资者才会重新进入市场 最后习近平主席的转变与向西方学习的决策 标志着中国将在新的经济周期中 构建更加完善的底层保障体系 这一系列变化将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8月工业利润骤降 背后的隐忧与机会 在2023年8月的中国市场 一颗重磅炸弹悄然引爆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 同比下降了惊人的17.8% 这一数字如同一记响亮的警钟 震撼了整个市场 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有人说这是经济形势的真实写照 也有人认为 这是企业迎来变革与机遇的前奏 回顾过去几个月 经济复苏的乐观情绪 似乎在逐渐升温 然而8月份的数据 却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 当前的经济状况 究其原因 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 去年8月 工业企业的利润表现相当亮眼 为今年的比较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在一至8月份的统计中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 达到了46527.3亿元 虽然同比增长了0.5% 但这其中却隐藏着 许多不容忽视的细节 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总额为 15490.6亿元 同比下降了1.3% 而股分制企业的利润 同样也下降了1.3% 利润总额为34430.3亿元 这一系列的数据背后 反映出的是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面临的重重挑战 想象一下 一家大型制造企业 在经历了疫情的冲击后 原本寄希望于市场的复苏 然而却发现 原材料价格上涨 劳动力成本增加等问题 接踵而至 企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 许多企业不得不采取 降本增效的措施 甚至有些企业开始裁员 以应对困境 这不仅影响了企业的运营 也对员工的生活 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 许多企业主开始感到焦虑 比如 位于江苏的一家机械制造公司 原本计划在今年扩大生产规模 但随着利润的下滑 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 公司老板李先生表示 我们曾经对未来充满信心 但现在的市场环境 让我们不得不谨慎行事 与此同时 消费者的信心也在受到影响 随着工业利润的下降 企业的投资意愿减弱 进而影响到市场的活力 消费者在面对不确定的经济前景时 往往会选择缩减开支 这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下行压力 可以说 工业利润的下滑 不仅是企业的困境 更是整个经济生态的景中 然而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工业通过创新和转型 成功开辟了新的市场 深圳的一家电子科技公司 凭借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 逆势而上 实现了利润的增长 公司负责人表示 我们始终相信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即使在困难时期 我们也要不断探索新的可能 总的来说 8月份工业利润的骤降 即使对中国经济的一次警示 也为企业提供了反思与调整的机会 在未来的日子里 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 保持竞争力 将是每一个企业 必须面对的挑战 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与适应 才能在风云变换的经济大潮中 立于不败之地 高盛与摩根士丹利眼中的 中国经济刺激 中国经济正面临诸多挑战 尤其是在疫情后的复苏过程中 经济增长的动力 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内地政府接连 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 旨在提振市场信心 促进消费和投资 随着这些政策的实施 股市也随之大涨 投资者的热情被重新点燃 在全球知名的投资银行高盛眼中 中国经济的复苏充满希望 高盛全球市场部董事总经理鲁布纳 Scott Rubiner 对此持乐观态度 他认为 这一次对中国来说不同以往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反思 中国股市的复苏曙曙光出现 这一观点迅速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许多投资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市场的潜力 摩根什丹利也对中国股市的前景 表示乐观 该机构的分析师指出 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实 市场将会迎来更多的投资机会 他们认为 政府的支持将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从而推动股市的进一步上涨 然而 并不是所有机构都对中国经济的复苏 持乐观态度 一些分析师警告 只有在通货紧缩的前景 得到有效控制 并且房地产市场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 新资金 房地产市场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 任何波动都可能对整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 如何稳定房地产市场 成为了各大机构关注的焦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 许多投资者开始积极寻找投资机会 比如 一位名叫李明的投资者 最近在股市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他表示 我一直在关注高盛和摩根什丹利的分析 觉得现在是一个不错的入场时机 李明的故事并不是个例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相信中国经济的复苏 将为他们带来新的财富机会 总的来说 尽管市场前景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但高盛和摩根什丹利的乐观态度 无疑为投资者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不断推进 中国经济的复苏之路 或许将会更加明朗 投资者们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市场中 正积极布局 期待着未来的丰收 新的经济周期 中国的转型与挑战 在全球经济风云变换的背景下 中国正迎来一个新的经济周期 习近平主席在这个关键时刻 似乎意识到了 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 开始着手构建一个 更加完善的底层保障体系 这一系列的变化 不仅是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回应 也是对国际环境的深刻反思 首先 习近平主席的转变 可以追溯到近年来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贸易摩擦加剧 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中国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而这正是向西方学习的契机 通过借鉴西方国家 在经济管理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中国希望能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 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 底层保障体系的构建 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政府意识到 只有通过建立一个 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才能够有效地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 增强消费能力 从而推动经济的内需增长 例如 近年来的中国在医疗 教育 养老等领域的改革 都是为了增强社会保障的基础 确保每一个公民 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 这不仅是对民生的关怀 也是对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 此外 习近平主席还强调了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中国必须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 推动自主创新 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与交流 中国可以在技术上 实现更大的突破 进而提升国家的竞争力 比如 在人工智能 新能源等领域 中国已经开始与西方企业 进行深入合作 共同开发新技术 推动产业升级 当然 向西方学习 并不意味着完全照搬 中国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 也在不断探索 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例如 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上 中国结合了自身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这种灵活的应对策略 使得中国在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时 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与发展 在这个新的经济周期中 中国的目标不仅是实现经济的复苏 更是希望能够在全球经济中 占据一席之地 通过构建底层保障体系 推动科技创新 中国正在为未来的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 拥抱变化 迎接挑战 总之 中国新的经济周期的开启 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习近平主席的转变 向西方学习的决策 以及底层保障体系的构建 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不仅要关注自身的发展 也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为世界经济的复苏贡献力量 未来的中国 将在新的经济周期中 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内地八月工业利润大跌17.8% 以及中国经济复苏的前景 首先我要指出 这一利润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去年同期基数高 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 劳动力成本增加等问题 企业利润被压缩是必然的 而且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 正在经历一个调整期 这对未来的长期健康发展 是必要的 楚天书 你这是在给大家洗脑吗 17.8%的跌幅可不是小数目 这可不是简单的基数效应 想象一下 如果你上个月吃了一顿大餐 结果这个月只能啃泡面 你会觉得这是正常的吗 工业利润的下降 直接影响的是企业的财务健康 员工的饭碗和整个市场的活力 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一样 表面风光 内里却已经开始崩塌 谢琪琪 你的比喻确实很形象 但我们不能忽视中国政府 在面对经济挑战时的积极应对 比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 都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 这说明市场对中国的信心依旧强劲 再举个例子 西欧记里的唐僧取经 一路上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最后还是取得了真经 中国经济现在正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只要坚持创新和改革 未来的真经可期 楚天说 你的乐观可真是令人佩服 但是让我们看看现实吧 就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 兵强马壮却始终心有不安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像曹操的兵力 表面强大 实则暗藏危机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也警告了 只有通缩风险得到控制 房地产市场发生根本变化 才会有新的投资资金流入 这可不是简单的坚持和创新 就能解决的问题 谢七七 你的观点却有道理 但不要忘了中国正在积极构建 底层保障体系 这将为经济的长期稳定 打下坚实基础 习近平主席强调科技创新和社会保障 这就像《水浒传》里的宋江 一旦有了强大的团队支持 就能功无不克 通过借鉴西方的经济管理经验 加上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中国未来的经济复苏 不仅可能 而且将更加稳健 楚天说 你的宋江团队 可真是神话中的理想国 现实中 科技创新和社会保障的落实 需要时间和资源 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效的 就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再怎么七十二变 也改变不了路漫漫 其修远西的事实 我们需要正视当前的经济困境 不能寄希望于未来的空想 投资者和消费者需要的是实际的改善 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 美洲 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 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 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 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